大家好,我今天想說一下如何在一個細小的空間增加彈跳力 最近我問我老闆,他在辦公室添置了一張彈網床給我們 他就很好,我現在給你看看那張床是怎樣的 你看到其實是一張很小的彈網床 他除了可以幫我們做到大量的運動之外 其實對我們的彈跳力增加也很有用 我一會兒會示範一下怎樣用五個不同的方法去增加彈跳力 首先我現在會示範一下一個Warm-up 這個是一個很普通的Warm-up,它叫Jumping Jack 我猜大家很多時候在小學的時候體育課都做到 我們每一個動作都應該要大概做三分鐘左右 目標就是在一個二十分鐘至三十分鐘的時間內 我們可以在Lunch Time或者平時做到很累的時候 都可以增加到我們的彈跳力 這是其中一個動作 我會示範多幾下的 就是腳合起來 合起來 做一個指 手就是高這樣就可以了 你會覺得除了你的心肺功能可以提升之外 同時你會覺得你的腹部 你的腹部 其實是已經做很多的exercise 對一般的白領 或者經常坐在辦公室打字的人 減肚腩是一個好的方法 第二個呢 就叫做 High Knee High Knee 其實在很多的彈跳力的計劃裡面 都會有的 它其實可以增加到你們的小腿的力量 以及 也可以幫你修復 我們這個High Knee 看 都要做三分鐘左右 大家可以在Lunch Time的時候 彈跳一下 因為在辦公室 是有冷氣 是很舒服的 第三個 就叫做Rushing Kick 是把腳踢一下 踢一下 也是 一個需要很多氧氣的大氧運動 這個運動其實 男女也適合 男女也適合 而且 她也同時 拉著你們的臀部肌肉 在一個 這麼小的 辦公室的走廊裡面 都可以做得到 接下來 一個叫Side Skip的動作 是一個 中等程度 難度的一個動作 停 跳 跳 停 跳 跳 其實這一個 都是 很多 彈跳動作裡面 訓練 都有用的 通常 都會用在 一個 Jump Box 或者是牆 屁股 左右 左右 這樣跳 這個動作 都希望 可以 做到 三分鐘 可以做到的 而最後一個 比較難一點的動作 就叫做Turn 我猜大家都在 籃球場的時候 都會看到 很多空中騰空的動作 是會轉身的 這個動作 是需要很多的 身體 身體 coordination 我們會做一個180度的轉 面向中間 然後 零彎轉 180度 去 看你們 動作大概是這樣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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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樂趣之餘 其實對你們的大腿 小腿和腹部 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但當然要小心 不要 不要 顧著練彈跳 力的時候 頭部會頂上的冷氣和變化 因為我的 已經頂上的冷氣 今天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